歡迎來到齊凱的新聞現場 這兩天一直有消息出來 說可能這個月的月底 陳姓宇跟吳淑貞這個偽證罪這一塊 就可以增結了 所以現在不是什麼小孩就學問題 有沒有人追殺他的問題 搞不好月底他就可以出去了 可是時報週刊獨家披露了 他說現在有四個部分一定要處理 如果處理不完的話 陳姓宇根本出不去 第一個 怕重演的房方燕的這個模式 第二個 涉及了國務教會偽證跟貪污 不是只有偽證喔 還有貪污罪行的部分 另外呢 更重要的 美國資產一直都是沉迷的 而且有幫助洗錢的可能 所以不是只有偽證罪辦完 後續還有幾個東西 是要追 馬上接著辦的 所謂防方面模式 因為陳姓宇那天遞了一個狀 他意思是說他到美國之後 可以把護照交出來 或是說他不帶三個小孩 聽說就讓這個檢方就有點猶豫了 你到底是為自己出國留學 還是要為孩子出國去安排一個讀書環境 他們就想說你的爸爸在看守所裡頭 然後你現在說為了原理自己的留學夢 丟下三個小孩合理嗎 這很奇怪喔 他本來是說出國是要帶孩子 離開這個傷心地 是非地 孩子在健康的環境裡頭成長 第二個就是說貪污罪 當初那些發票裡頭 他事先知不知道他發票是被拿去 那個報國父基要費 現在是跟他承認說我做了偽證 我媽媽交代 那這些有沒有侵占公款的問題 再來就是美國資產 其實司法附屬一直有在聯繫 但是有一說說過去在瑞士那一個 好像我們去派的檢察官去 媒體做得很大太高調了 所以不是很順利 但是美國因為包括特徵組 其實他們很清楚 趙建民從台開案 到陳志中的紙上公司 到吳錦茂底下的那些 紙上公司的那個受益人 陳姓宇還親自簽了名 你親自簽了名的時候 你到底知不知道家裡錢是 你是受益人 家裡錢是怎麼洗錢 所以有沒有洗錢的 當然很多人在討論就是說 其實這次北檢限制他出境是 清罪為什麼限制他出境 很多的討論 我覺得這個是可以討論的 那今天時報那個報導是解釋 北檢這是為什麼 還沒有把他 不只沒有解除境管 還限制他出境 的一個幕後的理由 就是說其實是說 不是只有偽證這個事 應該還有其他案在辦 但是沒辦法對你說 所以可能月底 就整個偽證罪結了嘛 可是其他最緊的就跟上來 這還是出不去啊 不過第一個 因為剛剛美玉講的是 對的一點 就是在國務記號費之類 當然偽證罪啦 偽證罪 除了偽證罪如果確定了以後呢 那就下一步就是說 他是有沒有在具有犯益 明明知道而侵占公有財務罪 這一點 吳淑貞也是因為這樣子被起訴過 所以換句話說 如果他也知道 他跟他媽媽都知道 這是侵占公有財務罪 我也願意去消費 國務記號費的話 那可能具有這個犯益 就構成這一點了 這點是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這是我要特別普通說明的 第二個來說第三點 就是在美國的資產 到底在美國多少資產 那麼這次洗錢案 這麼多錢在國外 他也是受益人之一 這點要不要交代清楚 而洗錢案 現在已經被起訴了 院方也 北院也是在審查這個案子 所以從這個角度來看的話 確實有些顧慮 所以剛剛談到說 北檢跟特徵組 他有沒有不同的看法 我是覺得這個檢查一體 這個事情我覺得 特徵組跟北檢 應該好好先溝通一下 趕快來做處理 檢查一體的原則 不要各辦各的 應該要全體一致 否則的話 社會大臣會質疑 檢方北檢辦誰檢的 特徵組的 這很奇怪嘛 檢查一體的話 應該要商量清楚 那我覺得 我們仔細想想看 他為什麼他要出國 他要出國的過程當中 為什麼 美國比台灣先 擋了陳信瑜三次 美國過去沒有拒絕陳信瑜 但是為什麼 從今年的一月到六月 他先後擋了三次 美國一擋下來 我們除了儘管 再有一個限制出境 就是說正式開庭以後 就正式告知 我對你限制出境 這個中間應該是有一段 我們不為人知的內幕 就是說為什麼我要這樣講 除了美國資料 那有回來以外 但是跟瑞士的態度一樣 就是說我資料可以給你 但是這一些 你不能當作陳唐聖物 為什麼 你必須你要查 它的資金來源 是不是那有問題 除了這個是第一個以外 那第二個 美國為什麼 從去年的年底 到今年的年初 去凍結了它的資產 況且不是台灣通知美國的 是瑞士分別通知台灣 通知美國 而就把他這個資產凍結掉 好這是第二點 那第三點就是 陳俊瑜必須要明白的交代 就是你為什麼在美國銀行 還有三個賬戶 而且你所謂的這一些錢的來源 又跟你弟弟從瑞士匯進美國的 又有關係 而且投資票券 就是我們經常講的 叫做投資銀行 那從這個角度看 另外我個人判斷 縱然北檢說 我解除你的出境限制 但是美國會同意他入境 那是下一段的故事 所以我覺得 從美國瑞士跟台灣 這三個角度看 就是說這一次不讓陳俊瑜出去 我同意沈大佬講的 如果真的我們查到什麼的話 他老早就把他給扣押起來 而不會用一個小小的偽證罪 去限制他出境 有話講得那麼細上 他是在講 特別至少是在美國 連特診署都懷疑說 貶價在美國 至少是登記在資產公司下面 這是不是也有一些資料 已經回來了 不是 我以為有什麼大突破 我聽了各位的高見以後 我覺得還是一樣 因為這個在第一時間點 陳俊瑜被移送北檢的時候 我就講了 因為這個不是簡單的違證罪 如果是簡單的違證罪 那一個承認有違證 一個承認有教授違證 就結案了 問題是你今天作證的那個標的 你這個做違證的人 是牽涉在裡頭的 所以你今天說 好 我做違證 那又怎麼樣 下面的故事就來了 那你既然你媽說 你用了這個錢奉我的命 奉媽的命去買禮物 那這個不存在 那下面呢 下面的故事是什麼 那這些事情的故事怎麼樣 所以這個字應該是說 你違證跟教授違證 出立完以後 你下面的情節 就要馬上緊跟上來 所以我就不懂 一些什麼專家 一些什麼 什麼司法的 都講說這純粹違證 出立完就沒事了 我一直想不通 我一直想不通 所以呢 現在才說好像 我就要問請教社長啊 這需要去採訪嗎 這個就是 這個就是我講了 好幾個禮拜的東西 你難道是你來採訪我嗎 你有四種可能 但我們要有消息來 經過我們這樣 討論這樣就很好 就知道說是當偽證罪到夜裡 雖然結了 可是緊接下來的 美國的問題 有沒有東西回來 對不對 第二個洗錢的問題啊 甚至國際要被貪污的問題 就要辦了 其實我們按照常理來講 從這個陳迅雲被盯上 用偽證罪來辦他 把他弄成被告 然後隨即禁管 那慢慢又往上升高 變成限制出境 今天如果後面 特徵組沒戲的話 那這真的是在鬼扯 而且檢方如果說 前面你把他升高到限制出境 你後來這個月底 又要把他放出去 那原先那個理由沒有了 所以我就覺得 這個在搞什麼 而且還要搞不好 配合陳欣雲8月底的註冊 那你北檢在幹什麼 那我說特徵組 特徵組說 我們一送給你偽證罪 就是偽證罪的 沒有其他的 然後你北檢跟我們無關 特徵組難道只是這樣嗎 那如果只是這樣 你為什麼用偽證罪 在這個時機丟出來 就是陳瑞仁他在問的 所以我綜合一下 剛剛美玉他所講的 我認為這早就有一些 自私化一些固定的東西 陳欣雲他不只是受益人 他還是有權簽章的人 他02年就是新加坡那個 帳戶裡面有權簽章的人 他是可以搬動的 這個部分釐清了沒有 第二個 今天這個紫上公司 或者其他這個財產 後來是一個個冒出來 連陳志忠認罪行商 都沒有土石的 所以特徵組懷疑說 這個陳欣雲在海外 有沒有其他不知道的紫上公司 所謂的人頭公司 跟陳志忠一樣操作模式 第三個 陳志忠也有去 我們看到這個媒體報 也有去查安庭公司 安庭公司 趙建民的安庭公司 雖然現在解散了 可是過去 在這個部分裡面 有查到不只是安庭 還有包括在新加坡 在維京群島 另外在瑞士 被懷疑說 有其他登記在其他人 名下的一些帳戶 有可能懷疑說 是他的女兒 就他的太太 跟他的小孩子的名義 那所以 在這樣的一個情況之下 特徵組能做的事情 至少有一個 但是我沒有看到 就是說 國務紀錶費裡面 有關陳欣雲那個部分 完全都清楚了 你要就以這個 他貪污罪裡面的 輕易戰共有財務罪 來起訴他 今天你連這個都沒做 然後我們現在只是 屬於那種合理的推測 跟懷疑 而且有些東西 真的是有蛛絲馬跡的 所以我覺得特徵組 真的七月大起訴 不是含含就算了 真正如果說有動作 有資料的話 有什麼司法互助的情資的話 你如果還在那邊擱著 所有的責任用北檢來扛 我覺得這也是不負責任的 怎麼樣 你一直有內幕要講 情資是回來了對不對 應該是這個樣子 我先講一下 果然陳大統念理工的 比這些念法律 邏輯清楚的 一講人家就聽懂了 我們回頭想一想 陳瑞仁當年 在辦國務基要費的時候 他有一句話 大家都耳熟能詳 饒了他們吧 饒了他們吧 這話有什麼意思在裡面 這意思說 你確實有犯罪行為 但是我現在不追究 他後面的說法變成是王牌 是握在手上王牌 當然這個有偵查技巧了 我暫時不討論 那當初他為什麼不處理呢 我是認為 當時的時空環境 是那種情況 也難為他 第一個金額也小 他認為金額小了 第二個他縮小打擊面 但是現在氛圍不一樣了 現在發現陳信宜 涉案的情節越來越重了 而且國務基要費的發票 越來越多 情況非常嚴重 我們過去辦了有些案子 一張發票就可以判三連半了 那陳信宜為什麼可以豁免其刑 沒有這回事情了 另外他的國外的部分 受益人部分大家都討論過 我最近不談了 就我所知道 年初的時候 各位你們也沒有看到一個新聞 這個聯絡室主任 劉李信 曾經報了一個新聞 就在中國時報 報出來了 說美國 艾格門的情資已經送到 送到掉哈記來了 這個話透露什麼訊息啊 表示說那邊的司法互助 所有相關的都已經到國內來了 年初就已經到了 所以年初就送到台灣 對年初到了 那就是說相對美國AIT 為什麼從年初一直到現在 有聯繫有三次的在卡這個陳信宜 對簽證的問題 這個就大家已經就連起來了 那就我所知道 陳信宜這一段時間 從今年的年初到這一段時間 他漲下的這一些資產 有異動過 異動的情形就非常嚴重 這個證據呢不是 就是說我們現在是 檢方有一個困難就是說 現在只是一個書面的 好像我們一個帳本一樣 只是一個目錄而已 但是裡面的細目啊 相關的傳票啊 相關的資料都還沒有到 你怎麼動人家 所以不得不卡一個動作 叫做技術性的阻擋 阻擋住 先不要讓他出去了 等到這些資料背起了 我看陳信宜這一方面 可能很難過關 一起講的兩點都很重要 美國跟艾克爾蒙那個資料 是有進來的 第二個他的前世有異動 可是還是不夠詳細啊 你怎麼辦他 我先講我結論 陳信宜不可能出境 西方人講一句話 人類在直甩直 十八啦 在直甩直 上帝在偷笑 什麼意思 我們這邊評論這些案情 講半天啦 檢察官在偷笑 因為他知道很多事情 我們不知道嘛 他在裡面講半天 我想他在 北檢的檢察官嚴口在笑 我說哎呀 我知道太多 你們在那邊講 我來分析啦 陳信宜不能出境原因 第一點 黃黃燕 吐脫的效應 誰敢承擔 再次破口 如果陳信宜出去了 更多資料出來了 破口 我說過了嘛 陳總長你頭敢借來嗎 摸一摸頭吧 不敢吧 今天國民黨有立法來呼籲說 民進黨幫陳信宜出去背書 沒有人敢 沒有檢察官敢背書的 包括陳總長 第二點是 違政不能出境 是一個表面理由 他必然牽涉到後續發展 第三 貪獨案 國務機要費 如果深深挖掘下去 內情有那麼單純嗎 包括洗錢 第四個洗錢 我就在你節目講了嘛 我到美國去FBI IIS都跟我談過嘛 我心裡很有數嘛 為什麼AIT不給陳信宜簽證 我自己心裡有數嘛 包括我到美國銀行去查證嘛 陳信宜有沒有洗錢 美國政府非常清楚 從FBI到IIS 到AIT 到BOA 資料會回來了嘛 或許在路中也不一定 我不知道啦 但是因為我跟陳信宜打過官司 我所涉及是很有限的 我都知道 陳信宜在美國有多龐大的資產 包括房地產嘛 他如果只要簽名呢 在那些社會簽名 他洗人罪也跑不掉嘛 包括現在日本還 資料沒回來嘛 我自己打官司都是有限的 我認為今天別議檢獲特徵組 所掌握的陳信宜在海外的帳戶 更多超過我很多倍 所以我確定陳信宜是不可能出境的 這為什麼今年2月6號 陳信宜第一次出境 也是你主持節目在友台 我極力反對讓他出境嘛 後來要出去一次我極力反對嘛 因為我心裡有數嘛 好 北檢總算不讓他出境了 既然把他扣下來了 你想想看 會讓他輕易出境嗎 不可能的事情 好 前兩次大家還認為說他不應該出去 他還是出去了 現在又有消息出來說 月底有可能出去 真的嗎 一起剛剛講那個內幕是很重要 有東西回來 可是如果不過具體 怎麼辦呢 這後續下禮拜就是非常關鍵的 另外馬英九今天在巴拉馬開了記者會了 記者就問到他 他印證喔 他接到阿扁給他的119的求救信了 他說他沒辦法了 而且他沒有回信的急迫性 他這樣處理好不好 我們等一下來討論一下 馬上回來